上一期节目楼长陪着一条大则剧住了好几天 我们今天在剃刀哥先世的悲痛中 开始了大型巨蟹的第五期 那么既然看过了大则剧 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这大家伙究竟是什么则剧 我这句话可能把九成看官都闷闹逼了 难道则剧还分很多种 可能一些接触的小伙伴马上就会说出 苏门达拉则剧这个词 这就是楼长今天要说的问题 每年都会看到贩子们在喊 苏门达拉则剧正在出售 但是仔细查了一下则剧全家都没找到 苏门达拉则剧这个名字 这货到底是从哪儿爆出来的 这还要从苦逼的走私活动和则剧的家族讲起 记不记得初中老师让你背的剑门纲目科书种 我们一直在说的则剧妻其实并不是单独的一种 而是剧妻属下的一个亚属 则剧妻亚属 换句话说则剧妻代表的是一个姓 是一大家子人老大劳了三等等 结果老大生了五个孩子 这五个孩子里面有两个很特殊啊 一个因为身上了大斑点得名剧斑则剧妻 另一个则因为背着两条肩袋被称作双代则剧戏 这哥俩还都住在一个地方 在苏门达拉和爪哇岛附近都能找到 但是走私贩子不管你俩谁是谁 都长差不多就全都带走 有人问下来是什么 我就说是在苏门达拉那块抓的 甚至同称为印尼则剧 而美国网站则把花纹鲜艳体色亮剧的个体 直接以产地命名 苏门达拉则剧这个名字就这么来了 这就好像你在北京生了几个孩子 各自洗好名字之后去派出所登记 结果出来之后全都改名叫做张海淀张房山张长平 其实我们概念当中那些花纹亮丽的苏门达拉 指的是分布在苏门达拉岛和加里曼南岛附近的巨斑则剧系 而双代则剧系则完全是分布在附近的位置 躺枪被抓走了 那既然这样巨斑和双代又该怎么区分呢 一般来说双代最大的特点是肩膀上有两条带状连纹 而巨斑是没有这两条类似边的 不过这也不是完全绝对的 有一些双代没有肩带 反倒是泰国产的一些巨斑友 这就成了没有双代的双代和有双代的巨斑 遇到这种情况就要看脸了 双代的脸比较短 嘴很厚 脸蛋子还是辣黄色的 而巨斑则是驴脸 鸭子嘴 包青天配色 除此之外 双代背部的横排斑点上下会有小碎花 而巨斑尤其是苏门达拉和加里曼丹产的 则是碎花碎身 不过呢 最后还是要说 这货在野外两家还是会合亲的 所以不要钻牛角尖 而非要把它俩分开 各有各的美感 重点不在于哪一种更好 哪一种更漂亮 重点是你能否为当初的选择付出行动 把它们一直养大